iPad上面缩放的功能非常的好用 不管今天是想要部分放大萤幕 或者是全萤幕放大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如何设定吧 上一部影片里面呢 已经有教过大家怎样在iPhone上面 设定这个缩放的功能 那比起iPhone呢 我觉得iPad上面使用这个视窗缩放的方式会更好 因为iPad萤幕毕竟是比iPhone大蛮多的 尤其是今天如果要做一些教学什么的话呢 用这个放大镜真的会非常的方便 那这边呢我想要先解释一下 这个缩放的功能 平常是不会影响到你任何使用的 只有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呢 你用三只手指头去点两下萤幕 它才会出现这个放大的功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样设定 首先呢打开你的设定 然后呢你去找到一个选项 叫做辅助使用 在这里 辅助使用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去找到一个选项叫做缩放 点进去 接着你就把这边有个缩放 有没有 这个选项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边有说明 那它说明呢 其实就是在讲说 要怎样使用这个缩放的功能 等一下呢 我们会再更详细的解说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 这边有个选项叫做随焦点移动 这个东西呢 就是今天如果你在打字啊 或者是选取文字的时候 这个放大的视窗会跟着移动 我们来示范一下 例如说我今天这个视窗在这边嘛 然后我想要打字的话呢 这个视窗就会跟着移动哦 就是我只要点到这个打字的地方 它就会自动跳过来 然后我打字 大家看到吗 就是我打字的同时呢 它就会跟着我输入的地方 一起移动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随焦点移动的意思 就是它会跟着你在编辑文字什么的 一起移动 不然的话 平常你在打字什么的话呢 这个视窗可能就会在旁边 不会自己动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选项 叫做智慧输入 如果你今天这个缩放的区域 是全萤幕缩放的话呢 你就可以考虑把这个选项打开 因为你在放大的时候 你的键盘就不会跟着一起放大 而被挡住 如果你今天是视窗缩放的话 这个选项就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选项 叫做键盘快速键 就是今天你的iPad 如果有连键盘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选项打开 你就可以随时把缩放的功能叫出来 然后下一个选项叫做缩放控制器 缩放控制器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我们是关起来的状态 你要去控制你放大的地方 你只能用手动去把它移到别的地方 那今天如果你把控制器打开的话呢 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哦 打开之后就会出现 右边这个黑色的圆点 它有点像是小白点的功能 然后接着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几个选项 就是你今天可以去改变 它每一个手势叫出来的功能 那主要的功能呢 其实就是移动你放大的区域 它有点像是一个小滑鼠的感觉 然后呢因为它是常住在你的萤幕上面的 所以多少会挡到你的萤幕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颜色改成像是透明的感觉的话呢 你就可以到这个闲置不透明度这边把它调成最低 调到最低之后呢你会看到它有点像是小白点变成透明的那种感觉 那等一下呢我也会示范更多就是有没有控制器的差别 然后下一个选项呢叫做缩放区域 这个缩放区域是什么呢 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你会看到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叫做已固定的缩放 全萤幕的缩放跟视窗缩放 已固定的缩放是什么呢 点进去之后呢下面出现四个选项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固定缩放你萤幕的特定的位置 例如说你把它调整在顶端的话呢 这个放大的区域永远都在顶端 它会固定放大你顶端的部分 然后今天在左边的话呢 它就是固定放大你左边的地方 然后你想要调整它的比例的话呢 你也可以这样子把它拉开 那我是有点想不太到就是有谁会用到这个功能 因为它其实会挡住你萤幕一部分 然后再来下一个选项叫做全萤幕缩放 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有用过的 就是它缩放是整个萤幕跟着一起放大 就是如果你要看到萤幕其他地方的话呢 你就要这样子把它拉过来拉过去 然后再来第三个选项叫做视窗缩放 视窗缩放就是这样子有一个小小的视窗 然后有点像放大镜的感觉 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择说你比较习惯的方式 然后再来我们回到上一页 然后再来下一个选项叫做缩放滤镜 就是今天你有一些对颜色特别的需求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选择 不过我这边是没有设定的 然后接下来呢 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最大缩放层级 就是你最大想要放到几倍 那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就是把它设定到5倍就够了 除非你今天真的要把它放到非常大的话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 把它调到10倍之类的 那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来实际操作一遍看看 那这个缩放功能呢 有几个手势是需要大家记起来的 那主要就是用三根手指头 今天你想要把缩放功能叫出来的话呢 你就用三根手指头点两下萤幕 它就会出现这个缩放的视窗 或者是你今天是全萤幕缩放的话呢 它就会进到全萤幕放大的画面 然后你就可以去拖曳这个下面这个白色的横条 有没有 把它拖曳到你想要的地方 然后结束之后呢 你就再用三根手指头点两下萤幕 它就会消失了 然后再来第二个手势呢 就是要调整它放大的程度 就是今天你这个放大的背景你觉得不够 或者是它放太大的话要怎么调整呢 就是用三根手指头快速点两下萤幕 不要放开 然后往上滑往下滑就可以调整了 像这样子 就是你点两下之后呢 不要放开 然后上下就可以去调整它放大的程度 调整完之后放开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手势有点不方便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三根手指头点三下萤幕 它就会跳出这个设定的视窗 这边也可以去调整它放大的层级 然后这边呢 也有一些刚才设定里面的选项 那第一个选项呢 就是放大缩小 第二个选项就是选择区域 选择区域的话呢 就是你今天想要切换到全萤幕缩放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边调整 例如说我现在点这个 然后我放大 它就会进到这个全萤幕模式了 那现在我们调回这个视窗缩放的模式 然后呢 大家看到第三个选项叫做调整镜头 这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调整这个放大镜视窗的大小 调整完之后呢 按一下别的地方就可以了 再来下一个选项叫做选择滤镜 就是刚才设定里面 什么反向之类的那种颜色的设定的话 这边也可以调整 然后下一个呢叫做隐藏控制器 就是我们现在这边有设定一个控制器 有没有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控制器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按隐藏控制器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控制器使用的方法 就是平常它在你的萤幕上面 它会有点像是半透明的感觉 因为我们刚才把它设定成 就是几乎快要透明的颜色 今天如果你有使用这个缩放控制器的话呢 你只要点两下就会出现这个视窗 然后再点两下 它就会消失 然后平常呢 你就是用这个控制器去选择你想要放大的地方 然后你点一下呢 它会出现这个设定的选单 那例如说我现在把它切换到全萤幕缩放 然后接下来呢 我来示范一下全萤幕缩放的手势 今天你是用这种全萤幕放大的方式的话呢 如果你想移动的话 你就必须要用三根手指头来移动 然后呢 那如果你想要结束的话 一样就是三根手指头点两下 如果你今天有用缩放控制器的话呢 你就直接用这个 这样就可以直接去选择你想要放大的区域了 那我们今天这ipad缩放的功能就介绍到这边 希望帮助到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 或是想要学ipad教学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